1872年 加拿大基督教长老教会 派遣马接至淡水传教 在台传教期间 觉察台湾教育资源的落后 深感创设新式学校之重要 小朋友 以后长大 你们想成为什么 我想跟马接爷爷一样 成为一个传教士 把自己奉献给主 你想赚大钱 啊 下雨了 孩子们 赶快进屋里去躲雨 生活条件这么差 该怎么给孩子们 好的学习环境呢 有了 我回祖国来帮孩子们 募款筹建学校吧 1880年 马接回加拿大募款 获其故乡 安大略省 牛津郡报纸 前哨评论新闻社之刊载 并大力发起募款活动 得到各方热烈回响 得到各方热烈回响 共募得加币六千两百一十五元 作为其建校基金 谢谢您的帮助 所以后人也称之为牛津学堂 后来成为长老教会 培育传教 医疗和教育的基地 同学们 要专心上课 终于不用再担心 上课到下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